昨天看到一个笑话 有一个朋友在推上说 言之琢琢的公告 说他一年前就告诉大家要囤粮了 看完我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 三年前我们就谈到过粮食问题 之前的很多年我们跟朋友们探讨 三年前无论是在推特还是在油管 发表这一方面的观点其实都是被人骂的 很多人一直在说他是学龙的 或者说他有亲戚是学龙的 他认为你是在夸大 那么中央政府其实有足够的外汇的时候 粮食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粮食丰收到2012年左右 中国就这个增长的势头就已经结束 那么2014年开始提出这个土豆煮粮化 很多比较精明的人就能反应过来 粮食出问题了 那么去年 整个一年 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让大家感觉到 川普总统是个卖大豆的 而农产品在中美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中分量非常重 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黄在 许多人到现在为止还在发一些图片 说云南开始出现了这个 蝗虫 但是硬气挺好 因为来自非洲的蝗虫 它无法飞于 高达2000 海拔2000米的 这种阻碍 所以到目前为止 非洲蝗虫其实还没有进入中国 即便是没有进入中国 但是它消灭了 非洲的一些产粮区 比如说埃塞尔比亚 今年的粮食几乎绝收 那么随着贸易战的开打 各个国家对粮食开始收紧 不仅是不愿意出口 以国家禁令的形式 禁止出口 其实也在囤积居齐 因为大家都能预判 美元会有一次下跌 从美联储说表 大家就应该明确地能看到这一点 而疫情导致的 中国和印度两个 正在成长的经济体 对能源需求的降低 明确地让我们看到了一次 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战 那么你看到的是整个世界 经济停摆的同时 人们的外出也在减少 也就意味着今年上半年 整个世界对石油的需求 都在降低 粮食跟石油其实是有关系的 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石油的衍生品 你吃了用的 离不开石油 生产粮食的过程中需要化肥 是吧 农产品 今年出现问题 应该来说大家都能看到 粮食涨价 中国上半年耽误了春根 那么下半年 抢中 有许多损分已经赶不上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中国本地的粮食会出现很大的缺口 之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 囤一些素食的东西 是吧 亚素饼干呀 罐装的一些食品 或者说用密封袋 可以方便储藏的一些米面 但这些话呢 说了呢 总是有人认为好像不太好保管 粮食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对吧 它容易生虫 但是它即便就是生虫了 你如果说 给它合理的进行一个轮替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在家背的 可能也就两三千块钱的东西 如果说出现了粮食危机 你最起码能比别人多撑几个月 当然了 如果说你要是 想让你熬过整个动荡期 这不现实 它只是让你多一些准备的时间 有些人说 我要 搞一个凉库 其实几年来 我一直在劝他们 我说你们看一看三国吧 看一看鲁树 鲁树 囤了两群米 一群据说是十八万斤 周瑜带着兵来了 它就只能 只囤乡镇 捐出去一囤 还能留一囤 对吧 他和他的家人还得活着 那么像他这样遇到的是 看中他才华的 他还能混进公务员队伍 你要是在家里 弄一个大粮仓 到最后会怎么样呢 那么最新的政策我们看到了 国家将严厉打击 恶意炒粮 囤粮的 违规 违法行为 缺粮 是全国性的问题 从来就缺 中国的粮食生产的成本 要高于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你跟别人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怎么这世界现在对你翻白眼 在这个时刻 你有足够的盟友卖粮食 而且能运到你这来吗 如果你没有的话 整个中国的缺粮 将是不可避免的世界 那么之前说 囤一点点自救 许多人认为 没必要 超市的粮没涨价 或者说涨得有限 让你不要囤太多 有的人说 我在山上 租一个院子 是吧 囤点粮 囤点这个 囤点那个 现在政策已经告诉你了 他要严厉打击了 他认为你在拉动恐慌 那你上哪说理去呢 对不对 你说你要吃粮 他管你要不要吃粮 他认为你在扰乱社会秩序 他缺粮是他的事 他不让你说 最起码不能让你的行为 影响到整个社会 如果说大家都去囤粮 他没有足够的粮食 投放到市场 粮价 就会出现暴涨 如果说中国内地的 粮价出现了暴涨 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它会影响到 国际粮食市场 中央政府再去买粮 他手上的外汇 本来就不多 然后国际市场 看到中国内地的需求 自然会抬高粮食价格 在这一时刻 像粮食生产这种 订单农业 你没有事先 预先设定的合同 你在市场上 要想抢购 来弥补 本国粮食的不足 这将导致中央政府 花出更多的外汇 基本上 你是踩到他耳边了 所以他才会鸡飞狗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政策 完全可以印证了一点 之前大家的担心 不是多余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